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台股连杀了三天 今天卖压并没有比较轻 盘中最多跌180点 中长收跌161点 那沙盘的重点 其实也没什么重点 因为台股可以说完全没有主流 比如说钢铁股 几乎全部都跌 前两天稍微有点起色的航运股 也全部都跌 昨天一度涨停满的航空股 今天全部又跌回来 然后就类股的指数部分 ODC的电子指数连杀三根 三根大黑棒 上市的电子指数也连杀三根 所以是传产也杀 电子部也杀 主要原因我想 我昨天盘中的节目跟 盘后的节目跟盘中的文章 我都有提到两个重点 一个是政府针对当冲的措施 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可能是因为最近当冲的违约 的状况蛮多的 一来它可能要把各股的当冲比例 列入未来住一股 处置股的条件之一 它就会让很多热门股当中比例 超过五成六成七成 甚至八成的那种股票 可能三不五十会被抓去关 这是其中之一 第一个昨天也传出说 可能到今年年底当中税减半的措施 maybe就不会继续 那你说这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因为显而易见的 以前一阵子大盘成交量 我们就随便举一个7月20亿号 那时候成交量都还有6千多亿 6千多亿 就是上礼拜政策面宣布说 对当冲的部分的一些措施调整的时候 很快现在成交量剩下3500亿 几乎掉了快要接近3000亿 但整个量缩掉 当然你对于推升 整个市场的一个水位价位跟本益比 必然会打折 当然我不喜欢当冲 但成交量热络它不是一件坏事 那你要做长要做短 你自己要去做选择 所以就说政府的逻辑 有时候就是你很难理解说 你当初就是因为台股的成交量不够 本益比太低 为了活络市场当冲税减半 真的带来的效果 想要让从一两千 两三千翻到三四千 四五千五六千 增交税收得笑呵呵 那证券从业人员 因为交量大 所以又变得更景气 股市却是一路推升上来 所以中间的一些违约交科问题 应该从银行端或者叫证券端那边 对于客户的信用控管来做管理 而不是说就是你又回头去限制它 你希望它量大 又不希望周转率高 这种太矛盾 所以后续我们认为 这个部分对于市场的影响 还要再做观察 市场当然一定会 因应出一套新的一个玩法 迟早会适应 但现在就是一个观察器 所以整个量缩下来 那最近卖压就比较大 然后第二因为除悬席都忘记 所以不想缴税的 或者是什么健保什么补充费的 那些税费不想多缴 这种大活动大有人在 所以暂时的弃权弃习 刚好大盘可能又比较震荡压火 所以我们估计可能就是说 大概在8月中15号 所有的数字公告完毕 半年报公告完毕之后 整理也差不多了 然后数字都看得到了 然后再去重新调整 所谓的市场的主流股 资金的一个走向 那时候就会有波新的行情 所以眼前的震荡拉回 它是一个调整的机会 那当然与ODC的部分 短线连杀三根 然后五日线 十日线 月线 全部都杀破了 你说在这边再往下 短线 我认为不多了 那我估计大概明天 应该电子股 就差不多要上去了 尤其是很多数字 它非常厉害 就像我今天在盘中文章 我举例 我说上一次的点序 在这一根 当天开盘收 开160.5元是开涨平板 因为前一天公布 六月份的获利1.09 直接开涨平 这个获利本来应该 跟当初的副顶一样 砰砰砰涨个两深根上去 就当天也是因为电子股砂盘 所以尾盘收147 隔天甚至打到跌停板 打到132块半 我那时候讲我就说 其实以它的数字来说 它应该要涨平板喷上去 但却因为盘是反向被干下去 该大涨却大跌 后面一定还公道 所以之后我们就在 隔一天142附近 卖160 142把赚了18块价差买回来 当天收涨牛之后 我就砰砰砰连三根 然后一路冲到191块 在186 183块附近 我们僵石股全部出钱 当然今天典序 最低刷到156块半 离我们前几天卖的186 已经差了30块 这个就是价差 当然有机会买回来 这个东西不是我现在要讲的重点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当有些股票它数字非常强劲 它应该要大涨 但盘是刚好不好的时候被打下来 后面早喷晚喷到中就要喷上去 会有还公道的行情 很多股票都是如此 像预创我认为也会是如此 但这个我们等着再来谈 那经济科 8月2号礼拜一高点是439.5 礼拜二最高来到478 然后477 礼拜三477 到上礼拜四最高 是这一波最高点484.5 礼拜还收473 这两天 因为大盘已经电子股连杀三天 所以昨天就拉回一天 今天再拉回第二天 尾盘收跌17.5 收435.5 但这个是量缩的连续缩的量缩第四天 高档弹整 均线纠结 稍微跌破 常常一个收脚就上去 多罗加工不变 最近投信持续建仓 昨天算说 中场是拉回20块钱 但投信昨天还是想买了多少 33张 好33张 1234566天里面买了四天 不表示那个投信持续买超 那个态势是明确 因为我说本土法人在之前 金律科近乎零持股 所以当他决定要建仓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买相当相当多的部位 因为我讲到一个重点 今天本土法人大家都没有持股 所以这边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无关乎你前面是从几十块钱 100 200 300 400涨上来 大的成本都一样 只要你现在进场成本都一样 没有我帮你抬交 或者你出货给我的这个问题 并没有这个问题 明年他也是全台湾 或者全球除了AMD跟Intel之外 可以用X86量产处理器 而且一年出货要上百万颗的 第三家公司 台湾的唯一 大陆也只能依靠它 所以法人现在盯上这一块 做中长性的布局 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一旦本土法人开始要买 8月中的设计定案是一个重点 18月中15还是20还是20几号 不知道 公司或者是台电那一端才会知道 但其实那个已经不是重点 那差那几天一两个礼拜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老板已经告诉你说 明年的第一季准备要量产 因为当tap out之后 后面随着来就是要开光照 因为光照现在一个都是300万美金 虽然光照不能乱开 开错了就GG就挂掉了 所以开光照前的这个设计 tap out之前的设计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严谨的 一定要设计到说 它真的是没有问题 才能开那个光照 后面准备要量产 所以就说这个tap out 设计定案非常的重要 因为一旦tap out之后 就可以准备要预期明年量产的时程 它会是明年要量产 X86处理器的唯一的一家公司 一年的出货量可能是上百万克 EPS可能是好几十块钱 股价400多块真心不贵 明年世贵数字我认为都看得到 所以投信相当有机会列入核心直股 所以现阶段我认为所有的拉回都是买点 所有的拉回都是买点 那8月份虽然说上天跟着大盘做拉回 我依然乐观看待说 它是有这个实力挑战 那个历史的搞点 因为一旦tap out 就表示大家前面的设计都已经OK了 后面开光照 投片量产时程算得出来之外 而且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订单 其他的还有台下电影订单 从一个月2万片增加到10万片 而且这个部分只是它新接触或者新接订单 里面其中一个相对小的订单 明年只要陆续这些公司都开始设计 都开始量产 经济科明年是不得了的 是不得了的公司 所以8月份会不会创一高 我们就拭目以待 然后预创呢 这两天被大盘拖累 昨天打到差一点块跌停 今天早盘再反弹到48.95 尾盘仍然受到盘式的压抑只有小涨 只有小涨 这个走势其实跟之前的点序非常的雷同 它的涨势是被大盘所压抑 因为昨天公布7月份营收是月增13.9% 相对有其他的记忆体厂 比如说华邦店 金陶科或者是南亚科 营收都是往上 月增率大概都在4%左右 它是接近14% 它身上幅度是最大 第二季毛利率来到30% 上一季毛利率是22.6% 盈益率是4.6% 第二季的毛利率已经来到30%跟13.6% 大概计真都有超过7% 所以其实就这种数字来说 第二季获利率超过5% 就这种数字来说 其实盘是正常的时候 那股价大概都是量增长 你把上升高 但是却因为大盘昨天先杀到接近跌停板 但没有跌停 今天反弹之后尾盘又稍微压回 这就跟当初点序一样 你应该大涨反而被压抑 那ODC跟大盘的电视股都已经跌三天了 IC设计股也跌三天了 但明天反弹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往往盘是一反弹的时候 谁跑最快 就是那数字最强的公司跑最快 当初的副顶为什么砰砰砰三四根 点序可以三根 为什么 这是因为那时候的获利 单月获利是一路往上翻 预算是如此 第二期赚超过五毛 他还没公布七月份 七月份maybe单月份 就有机会超过五毛钱 或者四毛钱 所以为什么营收成长服务最大 就是我说的 因为它是现货价大涨的最大的受惠者 因为金豪科有七成租合约 华邦电能辣科大概都是合约价 以前预创算比较二线 所以反而合约科不多 大部分都出现货市场 所以反到现货大标的时候 它是最大受惠者 这叫风水轮流转 所以过去这一年IC在涨的时候 一线场本来价格就比较高 二线场价格比较低 当涨到全部面都缺的时候 二线场的货也抢得要的时候 大家都调到一样的价格的时候 涨幅就是二线场涨比较多 过去Driver IC 天狱跟敦泰 一样的故事 其实预创也是一样的故事 所以典序当初是怎么涨 预创也很有这个机会 也很有这个机会 然后天狱 财报也支撑股价 昨天其实早盘 股价都还撑在高档 尾盘是真的卖下太大 跟着杀了大概4%下去 今天盘中又反弹了大概到299 尾盘收一个小涨293块半 升涨了并不多 但是对照昨天大盘也大跌 今天又跌了大概160 70点 你会看到就是说 其实Driver IC 这一组 在这两天它是相对抗跌 因为财报真的非常强 六月赚了4.04 那半年半还没有公告 那我们估计这不是EH是2Q 第二季估计赚超过10块钱 大概敦泰跟气创联永全部都赚超过10块钱 都有股本以上 第三季产能要再增5% 而且目前看起来报价要再涨15% 因为我从产业界那边所问到的 大概金运代工还要再帮它涨价 还要再对它涨价 所以它也势必会再把涨价端的 这一块的成本增加的部分 再反映给客户 所以报价会再涨 第四季会再多增10%涨 报价估计涨会比较少 会涨大概10% 第三季会涨大概15% 所以产能增加报价往上涨 旺季出货更多 量价巨扬 所以第三季赚更多 第四季赚更多 如果第二季已经赚超过10块钱的话 今年大概有36块 那你现在293块的股价 真心不贵 重点是明年Driver IC看起来还是要缺 因为成熟制成的产能 看起来就是一路缺到明年年底 都是缺 所以本预比连10倍都不到 那前一波的最高 395块 这个高点也很久了 4月初高点395 就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四个多月的时间了 所以这一波的整理涨幅远远落后 给敦泰 细创跟连勇 相对来说我认为它最安全 所以财报有所支撑 行情在跌的过程相对有限 跌相对有限 一旦开始补涨 力道就会展现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我们一件事买的都是精品股 只要有最棒的财报数字 其实行情都一定会遇到这种震荡 那不可能说 在跌这三天之前 前面电子股涨四天 我们每天股票一堆涨停满创新高的 每天都有涨停满创新高 那不可能永远天天那个样子 涨完之后你终究要面对一些拉回修正 那高档出的漂亮 比如说副顶 点续出的漂亮 打下去 价差出现可以再买一次 高档还没有出的 多少根本盘是拉回的 但是后面如果数字撑得住的话 它会有所支撑 那等盘是整理三四天 它又止稳了又要上去 又又有一波股票创新高的时候 你会发现会创新高的 还是这些数字最棒的精品股 所以这是不断的不断的在做同样的循环 所以我们就是一波一波做 做完腹顶点续一波一波的做 然后再进入一轮性的布局 然后今天也开始布局一档 早上还黑的 我们开始经常买进 涨下20%的精品股 所以发现就是说我们在买的都是 报价已经涨后面还要再涨 毛利率一路往上跳 EPS一路往上跳的超强势的数字股票 涨下两成的精品股 早盘还在黑 盘中开始买最多涨6.6% 它的IC严重缺货 那刚刚涨价大概两成 要以价质量 因为外面缺到爆 它再不涨价 所有客户都跑来 每个都来敲桌子说 赶快给我货 赶快给我货 只有以价质量 客户才会稍微收敛一点 所以这个大涨两成 那七月营收 月增4.5%创率史新高 八九月反映涨价之后 赚更多 涨价上去之后 后面都是用新的价格 加上旺季 旺季的新产 赚更多 而且外商已经告诉客户说 到明年的交货之后 现在下欧的交期都是50个月 60个月 70个月 而且外商得宜 已经告诉客户说 明年交货之后 后面就不再接单了 因为他们要把所有的产能 都转去做测用 未来资讯类的这一块的 类比IC MOSFET 跟所谓的保护元件等等 相关的这些资讯类的IC 外商不做的 得宜不做的 所以类比IC MOSFET 保护元件 这边会大缺 缺货态势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将重演 2018年被动元件的故事 日常转车用 台厂大受惠 同样的 现在是外商转车用 台厂大受惠 所以这一档 涨价20%的金明股 股价在过去这两个多礼拜 也回档修正 在这边买进 我会跟你说 没有什么太多风险 因为我已经帮你挑过了 已经回档一段 这边买没有风险 但就趋势来说 是一倍趋势的股票 所以这真的是必买金平股 所以我们就趁着行情修正的过程 调整持股 把持股调整到最强 我相信不用多久 很快就会创新高了 欢迎大家加入正老师的LINE官方账号 搜寻小小鼠STARMASTER 加入并留言郑老师最棒 就可以得到 新加入前20名 就可以得到 未来这个礼拜 郑老师最新布局的一档标股 赶快来加入 等等回来我们再聊其他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电子股在前面连涨四天之后 短线连杀三天 很多数字创高股票也都跟着掉下来 比如说一拳的部分 股价也连续拉回第三天 因为AMD跟Apple两大重量级客户 所以7月份的营收 就同步的进入旺季 原本预期有机会 先来挑战一个6亿的大关 看起来7月份小增3% 5.37亿 挑战6亿 应该时间点可能会落在 大概8月份 但是后面出货量会越来越好 所以8月份也就会挑战6亿 到时候EPS就会超过4毛钱 明年因为 现在现阴森资源要扩产 因为Apple跟AMD订单 其实真的非常的大 AMD的市占率越来越扩大 干掉Intel Apple很多产品都跨入 MiniLED的一个面板 所以这两个需求非常强 明年扩产之后 营收上开10亿 获利就是6到8块钱起跳 所以以现在的价位来说的话 因为现在已经到8月份 都是看明年 法人都是看明年 所以这种本亿比 这种不到10倍的股票 那就像当初的建设翻版一样 未来股价挑战 历史新高7块 我认为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 然后上礼拜建设 点序完美出在一个高档 很快的30块价差就出现 但我们可以考虑买回来 但是我们先布局其他的好标的 今天全新布局档 涨价20%的金银股 早盘还黑的 买完之后一度涨了6.6% IC严重缺货 先涨价20% 以价质量 后面还要继续涨价 薛云收月增4.5%创新高 后面还要再更赚 因为反映涨价还要再更赚 未来外商退出之后 它这个是2018年的 费用一件的翻版 未来是涨一倍的趋势的股票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布局 欢迎大家都加入 郑老师赖官方账号 收尋小老鼠Starmaster 加入之后并留言郑老师最棒 加入的前20个朋友 都可以得到 未来一个礼拜 郑老师要布局的 最新一档标股 祝大家超市申请 明天再见